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活跃乐龄的最佳典范 要像王婆婆那样 年老时还能维持生活素质 近来也是国人关心的课题 毕竟新加坡人口正面对老龄化的趋势 预计到了2030年 每4个本地公民就有一人年龄在65岁及以上 为了协助国人采取行动来保持和改善健康 卫生部将在明年推出健康SG计划 其中包括鼓励国人到固定的全科诊所 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 卫生部长王以康 在国会总结健康SG白皮书的辩论时说 希望中医也能参与其中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公众如果有病 会选择看中医还是西医 如果是股障 一般我就会去问西医 中医的话可能就是 好像受伤跌倒这些要推拿 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像看不到的 我就看西医 然后你感觉好像痠痛 这种我会看中医 我们通常有去看中医 然后做一些调理 当然不是说因为有疾病才去看 而是做普通的调理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好 西医会比较快 吃药会比较快好了 中医就要慢慢调理 人称侠姐的罗艳侠 今年69岁 退休后喜欢打太极 做义工 她深信并从浅中医 因此会定时看中医做调理 十多年来 大众医院每个星期 都会派中医师到 马林百列的 蒙福关爱快乐中心 免费为乐林居民服务 住在阜界的侠姐 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嗨 你们早 我有长期吃那个Polykinic 给我的那些血糖 还有血压高的药 连有时我觉得我的血糖高了一些 我也有跟那个中医讲 连他们会有配给我一点药 连调一下 晚上时常有一个钟头多就起来吃 就是吃了它的要调理了 调理了之后比较好多了 现在不会的 那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一次而已 现在比较有活力这样的啦 不像以前好像要死要死 时常很累 睡眠这些改善很多了啦 胃口很好了 好像大小便啦 猪很好了 这些早期来看我的时候 它是因为 药药比较多 而且人比较累 它的虾肢有水肿 走路去看有点痛 这是因为它长期的那个 体质细寒所造成的 所以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最好是给它温补 所以它的凉气可以提升 它的湿气可以发血 给它水肿 因为它水肿的话 就又跟肾和肺有关系啦 所以我们要为昏补那个肺和肾 肾羊 所以它可以得到完结 中医相信上公治胃病 意思是及早干预 遏制疾病的发展 这包括胃病先防 疾病防变 菜后防腹三个层面 简称三防 但在没有大病的情况下 一般人会选择就医吗 政府有那个信来说 什么什么年龄 要去检查 我才去检查嘛 我问题才看的 因为我对医生很抗拒 临时抱佛脚的那种想法 就是说有事情才去找医医 找医生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一般也不会去找医生 也是一种鸵鸟效应 就算你没事也不要去找事 为了提倡和推广 预防剩余治疗的理念 中华医院于2019年 在益顺开设了治胃病中心 主张健康管理 避免疾病的发生 中心会先通过问卷 来分析个人体制 再用融入现代科技的 舌诊仪和脉诊仪辅助检测 来确认合适的治疗和养生方案 如针灸 拔罐 足欲 中药等 就是在它是一个小病 可以得到控制的时候 不要让它变成一个严重的 不可以收拾的一个大病 很多人是处于 包括中老年人尤其是这样 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 就是它是介于发病和未发病之间 那么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生活紧张 很多人看手机 不睡觉 引起失眠 耳鸣 这些问题都比较多 我们可以通过辩证 看它到底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 是阴虚 还是气虚 还是血虚 那么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调养 我认为这样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中华医院今年也和唯一医疗中心合作 在物落开设的中心里 经营唯一中医诊所 中心从饮食 医药和理疗三方面着手 为民众提供一站式的照顾 也同时建立统一的中西医医疗系统 那我们想借签唯一西医的 他们的一个数码化的一个平台 然后使我们的整病系统 库存管理等系统能够数码化 使我们的中医能够达到现代化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以后 中医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起身痛 翻身也痛 西医微疮手术怎么结合中医 让它重获行动能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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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